会参与了与日本学者共同的研究战争 讨论战争讨论和平问题的 长达五年的一个学术活动 结果这五年的学术活动对我来说 大概是我一生学术活动当中最负面的经验 最负面的经验 因为我最大的那个创伤感是在于 每一次对于战争问题的讨论 会把我逼成一个民族主义者 每当我被逼成一个民族主义者的时候 我就恨自己也恨别人 是因为所谓的那些日本一流的优秀的 大部分都是所谓的左翼的学者 他们拒绝讨论战争中的日本罪责 你一旦谈到南京大屠杀 不论你是不是有意要挑战他们 只要你谈到南京大屠杀 他就谈广岛长崎 你一旦谈到日本是战争的加害者 他们就渲染自己作为战争受害者的身份 然后当你讨 你要你把这个战争的历史过程 作为一个历史的因果关系来追问他的时候 他会回答你说 这是日本所经历的曲折的现代化道路 那个经验 进而他就会质问你说 非常客气的 但是非常不礼貌的挑战的说 请问戴教授 你您今年多大岁 几岁啊 你经过战争吗 你没有经过战争 你怎么了解战争 你听谁说的呀 言外之意 你不是读教科书读的吗 你不是受教化的吗 你不是被人所操控的吗 然后他说我们是战后的一代 我们不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我们不承担战争责任 所以这个是一个 确实是我非常个人的一个一个经验 所以我说我经常就想唱大刀像鬼子们头上砍去 但是每次我想看大刀像 想唱大刀像鬼子们头上砍去的时候 我就真的好恨自己 因为我以为我穷其一生在警惕民族主义 背后所包含的这种暴力 对吧 对国内对国国际的暴力 然后这种民族主义所可能内在的演化成的 这个法西主义的逻辑 但是你面对这些似乎毫无民族主义的 不断的强调 我不代表日本我没有经历战争 我没有这些人 他们是如此的坚定的 就是在保护着这个历史叙述当中的这个 所谓日本的穿洁 在拒绝面对这个战争的 所以我大概从这个意义上 我能够想象张春茹的北分 同时对于我也同样 由于这样的一个原因 我就和也尝试和一些欧美的学者讨论这个问题 欧美的学在欧美的学者的那个当中 你清晰的看到战争生命人都是分等级的 我们亚洲人不够格 我们不可能形成 南京大屠杀不可能形成犹太大屠杀那样的 内在的真正的 枪害人类的生命创统 同时他们会 以非常委婉的 非常学术化的口文表述 就是亚洲的历史 亚洲的现代化历史 就是一个充满杀戮的历史 当你再去追问他们的时候 他的回答就是说 南京 南京大屠杀不等于犹太大屠杀 犹太大屠杀是纳粹法西斯主义创造出来的 它是在现代化逻辑当中的 是使用现代的手段 是使用高度的技术化的 而简单的说 南京大屠杀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而一帮那个疯狂的军人 就是像所有历史上所有的战争一样 冲进这个失败者的城市 然后就烧杀抢掠 这有什么好说的 没有什么值得说的 当然他们没 他们当然没说后面这句话 但是他们就说 他不特殊 他不诧异 他不值得被书写